我們來看一下剛剛所提的 就是您在這邊 您可以搭配鍵盤上的Ctrl加跟減 也可以搭配滾輪 就是Ctrl按著往前往後有沒有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網頁到底我有沒有放大過 其實Google還蠻貼心的 您看一下右上角 有沒有發現有個這個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你發現你的網站上 網址上面有這個 就表示你有放大過 你按一下它 這裡會告訴你現在多少 現在多少 原則上就是我剛剛講的 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 你放大那個字會一樣銳利 但是如果你屬於不整除的 效果就會比較差 所以平常大部分 大部分我都會 就是用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方式去放大 那很多家有沒有發現有一個百分之一百一十的 你注意一下看我們這個字體 有沒有這個字比較不清楚一點 可是我如果再大一點 有沒有又清楚了 不是你眼鏡拍戲喔 是今天比例的問題 比例的問題所以 我們找到適合的比例其實就會比較好 那第二個呢如果說你在找這個關鍵字的時候 你希望它 是完整的關鍵字才出來 因為一般來講 如果你像你這樣去找關鍵字 它通常會把你拆成兩個 對不對 它把就是名詞的部分拆成兩個 那假設你想要 固定關鍵字的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在關鍵字的前後 加上雙引號 這樣的話是只有 完全符合這個關鍵字才會列出來 當然你要兩個或三個以上的 就後面再繼續加 所以以前的話有這種 有這個什麼 這種軟體 那個書啦齁 來我給您看一下 這樣大家怎麼看得到呢 我們計師 我們計師很多啊 對 雖然我沒有食物投影機 因為食物投影機 是吃飯的時候才會用到的嘛 好冷喔 一點都不好笑 開玩笑齁 其實因為 我們上課 像在電腦教室 它有這個有食物投影機 功能會比較多啦 那我直接用webcam webcam 事實上是我等於上課錄影用的 那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其實以前有人出過這種書 就是告訴你Google搜尋技巧 有很多 不為人知的 但是我覺得 平常我們老實講 用不到那麼多 我們主要就是把我們 常用到的 把你列入 就是說 你必須要學會的就好了 OK 這個是比較特別一點 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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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